我只想忘了誓言 忘了缠绵 忘了你的脸 你不断在敷衍 我不停在冒险 勇气从未曾被剪断 底线 随着你条纯而改变 我眼里放下 身段不再枕边 世界本就新鲜 暴露知觉 岂难体验 谁又想 每一天都住在深渊 我只想忘了誓言 忘了缠绵 忘了你的脸 你不断在敷衍 我不停在冒险 勇气从未曾被一切断 我应该忘掉昨天 忘了锂裂 忘了你一切 我应该忘掉昨天 忘了你一切 我应该忘掉昨天 忘了锂裂 忘了你一切 结果而是的如今我才忘了你一些 我们到家了 走吧 进去吧 没事的 来 来 来 妈 单位女士 郑广美 你怎么在这儿 是伯母要我搬过来住的 我妈 韩大爷 你不是离婚了吗 回来干什么 泽霓 我怎么会这样 我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说 妈 你怎么回事 你糊涂了你 她是谁啊 你怎么把她 逗到家里来了呢 我怎么糊涂了 你自己做的事 你不敢当了 韩大云不是离婚了吗 你还带她回来干什么 这个家你还不嫌乱吗 韩大云 我告诉你 这个家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 你可以滚了 中国妹 你想干吗 这是我的家 你想把我这家 闹成什么样啊 还不够吗 我没有啊 薄轩 你给我出去 滚 出去 你听我说 薄轩 他怀着你的孩子呢 大云 不是这样的 大云 不是这样的 他忘了你的孩子 大云 大云 你苦苦求我回来 就是来看这个女人 怀着你的孩子啊 不是的 我 我让你回来 不是让你看这些 不 真不是让你看这些的 大云 大云 你 你听我解释 赵博轩 从此我们恩犯一决 赵博轩 赵博轩 从此我们恩犯一决 这个挺好的啊 这夏天给奶奶用多两块啊 嗯 试试啊 嗯 嗯 试试啊 来 摆一个 妈妈 小心啊 多少钱 十块钱吗 哎呀 但是我家不吃啊 十日啊 这怎么没假全啊 妈妈 电话 是你爸 喂 老公啊 你在哪儿呢 上班时间你说我在哪儿啊 办公室呗 你在哪儿啊 什么事啊 我跟女儿在大卖场呢 我跟你说啊 今天下午啊 我们集团有一个酒会 我是想让你陪我一块儿去 哎呦 我就不去了吧 我家里的事还忙不过来呢 再说了 不说好了吗 你管公司的事 我管家里的事 现实大想够了 哎 我不跟你说了啊 现实大想够了啊 快 去那边看看 嗯 现实大想够 麻烦让我看看 这怎么回事啊 你干嘛都回事嘛 就是 来 这 来 你看看 抱歉这点好不好 妈妈 你为什么总给爸爸买便宜货呀 这个颜色的衬衫爸爸已经有了 是吗 这白衬衫是挺多的 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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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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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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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两件 这两件没有吧 好像没有 咱们买到了 就赚的 走吧 娟 娟要走那么快啊 妈 现在还赶得急 要是到高峰期的话 就挤不上了啦 娟 娟 娟 有没有摔到啊 没 没 你快 妈妈看看 你都摔破皮了 疼不疼啊 疼啊 跟你说了不要跑那么快嘛 不要走公交车了 我们打个车回去吧 别 妈 不用了啦 妈 快走了 快走了 来不及了都 快 快 你快点啦 这孩子 我那点优点全被他挤成了 等等 妈妈 来 大云 大云 嗨 来了 妈 怎么了吗 妈 你在干什么呀 怎么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大卖场人这么多 你非要带小娟去 你看 小娟膝盖的皮都摔破了 妈 她不小心摔了一跤 伤口我已经处理过了 就算是不小心 你为什么不打个车回来呢 你让小娟拖着受伤的腿 跟着你一起挤公交车 你也真是的你 奶奶 不是这样的 是我主动要坐公交车的 你看 这不好好嘛 小娟 别乱动 你看你看 把孩子交成什么样子了 你老公好歹也是个董事长啊 你自己生不出儿子 还不好好的保护我们赵家的孙女 奶奶 妈 我知道了 您说的我都明白 明白 我看你呀 这一辈子没有做少奶奶的命 你站着干什么 我 你又怎么了 我这水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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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你这是 我说你来来 赵老婆帮我 我换个开啊 你这倒挺方便的啊 谁的创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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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有谁啊 还能有谁啊 你嫂子呗 你嫂子呗 好 那不过话说回来啊 那不过话说回来啊 你这每天穿同一个品牌 同一个款式的衬衣 只是换了个颜色 不说难看与否啊 这看多了也会让人产生视觉疲劳啊 这看多了也会让人产生视觉疲劳啊 衣服嘛 穿得舒服 隔体就行 哪那么多乱七八糟的 你这该不会是因为 大嫂没来参加庆红会 不开心了吧 有这么一定点人 咱们这公司啊 可是我和你大嫂一手创办呢 在最初的阶段 你大嫂可帮了不少的忙 可以这么说 这公司有今天有一半都是她的功劳 我就是想啊 能够和她一起来分享这种成就 这份荣誉 挺好的啦 功成身退 大嫂只乐于作为一个家庭贤妻 你就珍惜吧啊 不多说了 走了 对了 你得跟我去一趟工作室 干吗 这郑广美啊 郑广美 哦 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 广告代言人吧 对 原来你个身材超级火了 气质非常出动的模特 哎 有这照片 我不是放这儿了吗 得得得得 别找了 这事你看着办了 我见不见无所谓 哎 大哥啊 好歹人家是派你家良柴广告的代言人好吧 哪有见大美女像你这么不乐意啊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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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送我回家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我看你心情不好 所以带你出来多多疯了 你说这些记者也是 怎么连你都认不出来呢 不过人家也是冲那些寒流明星群 肯定会忽略忽略你啊 你啊 现在是应该担心担心你自己了 你什么意思 你意思是说我过气了是不是 我 我 我还没有 我是说 接下来的这个广告是个大业 只要我们把这个广告拍好 就再也没有记者会忽略你了 就是 你好好想想 哎 非常好啊 那个 画的就是 好 博轩 你那媳妇气死我了 妈 你别生气 怎么了 你慢慢说 你说 小娟她有心脏病 韩大云哪 偏偏喜欢带她到卖场 挤来挤去的 这下好了 把小娟的膝盖皮都摔破了 还带着她挤公交车挤地铁 这下该满意了 你说 有这么对待亲骨肉的吗 妈 小娟 她就不是一个叫声怪兽的孩子 你看 小娟摔了 这大云心里面 当然是比谁都心疼了 你别护着你那媳妇了 你看 她一天到晚在干些什么呀 她是嫌我活得太长 现在 她准备给我们吃她煮糊的饺子 真是 回头回家我跟大云说啊 我会带东西回来给你们吃的 我先挂了不多说了 电话电话 喂大美女 这样吧 好吧 那我们改天再月了 拜拜 哎呀 被她放鸽子了 行了 你赶紧跟我回家 我不懂哎 你整天不回家来这里干吗 而且我还是觉得不妥啊 毕竟今天锦云集团的老总 她也想见我 这你就不懂了吧 对付工作要跟对付女人一样 要欲情故纵 说什么 再说一次 你生什么气呀 这不是教你的吗 虽然你现在是个过气的女人 你看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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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说点原来 现在没有原来那么火啊 是不是啊 就是你对我们俩还是很有价值的嘛 对不对 所以啊 你要对付像这样的老总 就一定要改出一些姿态 君总机长好不好 啊 也不生气了啊 好 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不来啊 不会又放我们白哥吗 哎呀你急什么嘛 人家是大美女 又是国际名模 总可以有点迟到的权利吧 哎 你看 要不咱们还是换别人吧 这样吧 你先见见本人 我跟你说 郑光美那气质加成她那相貌 配你们那凉茶 绝对绰绰有余 行了行了 你要说话别那么夸大其次 我就相信你说的一切一切 都是公事公办 席大师 哇 这光美小姐 你来得太及时了 我们真是 简直是翘首以盼的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就是 锦云集团的董事长 我的大舅子 赵博轩 赵董 你好 你好 这位就是我给你提示过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太好了 那就 来 请坐吧 对 请坐 请坐 谢谢 郑小姐 喝点什么 给我一杯新鲜的橙汁就可以了 好的 橙汁汁 谢谢 郑光美小姐 我已经跟她合作过很多次了 而且我觉得合作得非常愉快 也非常有默契 我特别欣赏 她在镜头前的表现力和张力 所以说呢 我也希望我们这次能够继续合作一个 对不起 你们是要找我拍凉茶广告吗 是的 怎么样 郑小姐 前两天呢 我也简单地跟你说了一下 凉茶广告的时候 考虑得怎么样 对不起 等会上个洗手间 再回答你们好了 行行行 那洗手间在那边 这边请 人家就上个厕所 你至于那么隆重吗 这是基本礼仪 真有意思 一个身家上意的男人 居然是这德行 光心光恶的男人 我可是见多了 但这么典型的男人 我倒是没遇见过 真可惜啊 真可惜啊 现在的好男人 要么就是结婚了 要么就是有女朋友了 可惜 部长 咱们凉茶推崇的是 健康朴实的生活 那个郑小姐 我总觉得她 不太合适 而且她本人吧 这意愿也不是很高 怎么就不合适了呢 这个形象方面的东西 是可以包装的 关键是气质 你也看到了 郑小姐的气质 是特别的出众 对吧 行吧 那这事你做主吧 接下来你就跟她好好的聊 我跟她聊 对 你拿主意吧 我还有点事我就先走了 你先别走啊 你这咖啡请我可以我服 你这不礼貌啊 博轩哥 博轩哥 背井 他怎么的 loyalty 孟小姐 不好意思啊 赵董事长临时有事先走 不过啊 她对你特别地满意 她还叮嘱我 让我继续留下来跟你谈 合作的详细内容 申小姐 欢迎来参观我的摄影棚 申小姐 欢迎光临 谢谢 这个摄影棚啊 是我用了两年时间 花了我毕生心血法造出来的 就这一点 让我感觉特别异合 感觉 来 申小姐 美 真美 是不一样啊 这换了人了 这 这感觉就是年轻多了 是啊 这样一改就时尚多了 这年头啊 什么都讲究包装 是啊 要打入年轻人的市场 咱们不做一些改变 是真的不行的 小王 厉害啊 你真的确定 锦银集团想要找我拍广告吗 当然 但是我怎么觉得 你们赵董事长 他对我好像不太满意啊 没有啊 怎么会 我想起来了 他今天先走 绝对不是对你不满意 怎么说呢 他这个人呢 一看到美女啊 就不会说话了 就这样一个人 他能坐上锦银集团 董事长的宝座 他靠的是什么 三个字 特勤奋 他那么忙 难道他的家人 都没意见吗 没意见 我跟你说啊 我那个大嫂 更是一决 老公在外面忙什么 家里从来不过问 在家专心做全职太太 不过我觉得啊 他们的生活 太枯燥无畏了 为什么 因为太相濡以沫了 就毫无激情可疑 我有时候就觉得 他们俩就没谈过恋爱 就像那种 旧时候的包办婚姻一样 你真爱说笑 没谈过恋爱 怎么结婚呀 结婚是一回事 谈恋爱 另一回事 一点都没想合胜 呢 便宜 住手 補胜 那 今天晚上有空吗 妈 这几个都给您挑出来的好的 妈 书惠啊 来 正好吃饭了 妈 你今天要替我做主 书惠怎么了 什么事告诉妈 妈一定替你做主 枝刚她是个骗子 你们看看 我从她包里翻出来的 你们看看 你看这小围巾 枝刚就背着我干这种事呢 这个枝刚也太不像话了 怎么拍这么不堪入目的照片 书惠 妈 这本来就是人家枝刚的工作 再说了 这都是艺术 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大云啊 你是存心跟我过不去是不是 你啊 煮个饺子都煮烂了 还懂什么艺术 然后又有箝 unterschied 你还呢人家 居然轻碍 那是怎么看到 Lima 我还 single 我 coal块你那怎么在家 你也不赖我 你也不赖我 你会爱干吗 你都去什么 干杯 如果我拍了这个粮茶广告 那拍摄过程当中 赵董事长他会来呢 他来不来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你通过这个广告 一定能再次成为广告红人 而我薛志刚 也能再次成为 我在广告界的影响 是是是 你绝对会成为 广告界中的奇葩的 你先喝酒 我去趟洗手间 你快点回来啊 明日之夕 你怎么来了 你为什么要出现在那个酒吧呀 我就看不惯你跟别人男人瞎混 那你说吧 你带我来这里干吗呀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拿出一点姿态来 把自己当成个腕儿 你别那么极其主动的 不明白啊 拿出点姿态 那到时候我身架没抬起来 广告也没了 虽然我也不稀罕那么土的工作 可是你也别忘了 我还是得生活力 富人之见 随便你怎么说 反正我自己有办法 好 就当我没说 你不是什么都不要我管吗 还有什么事 你又认识的罗仔吗 罗仔 分手那天 我看着你走远 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 就此守在空道的房间 爱与同在我心里纠缠 我们的爱 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 是不是我才自私了一点 如果爱可以出来 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想你的夜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还能否为我改变 多想你的眼 求你让我在爱你一遍 再回到原点 想你的天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还能否为我改变 多想你的眼 求你让我在爱你一遍 求你让我在爱你一遍 再回到原点 再回到原点 回来吧 我在爱你一遍 我等你